林老师 各位同学 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 能够来到贵校来做一个专题的报告 我在来这边做演讲前上个礼拜 曾经跟我的女儿 稍微讨论了一下现在大专学生听演讲的心态跟环境 他现在在读文化生活运用科学系的四年级 可能跟各位年纪都差不多 他说现在学生听演讲的时候 大概灯一关冷气一放 大家就会进入到一个梦乡的世界里面 那就跟我们以前当学生优点像 以前我们听演讲 大概也大家会听一听就会睡着了 那我听完我女儿讲完以后 我觉得心情上比较轻松一点 可是我又想说 这样子如果讲完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对各位好像没有什么刺激 所以我也尽量找一些活泼的题目来跟各位做演讲 我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一个多小时以后 能够对于你们未来 或者是将来面对社会的一些想法 做一些参考 坦白说 你们即将入入到如果要毕业的同学 或者说未来要入入到社会去工作的同学 每一个人的心态上可能都会有所彷徨 或者是对于未来的不知 那我毕业已经31年了 我今年55岁 那我在31年前毕业的时候 我的工作因为国家研究我有找好了 我读的是中正理工学院 所以呢我们读完四年的这个课程以后呢 国家会把我们分发到不同的单位去工作 所以我们的工作那时候已经固定了 唯一的心态就是说 希望是在本岛而不要到外岛 因为我们有可能会分到金门 马祖或东营区 那我工作了11年 我在陆军总部的工作 做了11年的这个职业军人 然后我11年后呢 也就是20年前呢 我就退伍了 我退伍以后就做了我现在这个行业 所以待会我会把整个我们在工作中 或者是说我在创业中所碰到的问题 或者是面临的一些想法 跟大家做这些分享 所以我在民国70年 从中正理工学院毕业 我66年进入中理工学院 我当时念的是机械系 然后我在民国70年毕业以后 我就被分发到陆军总部 现在陆军总部在桃源的龙潭 我在那边工作了11年 我在总部单位里面 我前面三年我是做了后勤的参谋 所以我每天要接触很多公文 要写很多的一些公文呈上去 那我要出差 我会到台湾各个地方去探访我的下面的单位 所以我去过东影去过金门 去过马祖去过澎湖 我每个地方都跑过了 然后我在工作三到四年以后 我就申请调到了电脑房 所以我进到陆军总部的电脑中心里面 就是我现在讲的后管中心里面 我又进去重新学习电脑设计的城市 所以我后面的七年 我都在做城市设计跟系统维护 我们用的是IBM的系统 所以那时候我们经常要到IBM的总公司去上课 然后我在大学里面只修了一个学分的Forturn 那是大二的时候占两个学分 我们那时候学电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学习 因为那时候电脑开始打卡 就像你们看电脑概论的初期一样 我们把卡片打好以后送到电脑中心 学校还没有电脑 所以要送到隔壁的中科院去跑报表 然后第二天才拿到报表 那老师呢是从美国回来 我们自己需要培养师资 那他虽然是硕士毕业 可是在教我们的时候 我们对电脑的概念也是一知半解 所以我们学了两个学分的Forturn 那个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 所以后来我进到电脑中去学习 我是从头开始学 从基本的城市设计 到系统的架构 到电脑的传输 我们的七年当中就在工作中去学习 所以我在工作中学了七年以后呢 我又面临到即将要步入到社会 我记得我那时候要离开军中的时候 跟我的太太在考量 我们进到社会要做什么工作 那我想从事一个新的工作 我不想再做一些像办公室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简单的 把我自己的家的庭院 大概有十几庭 我盖了一间小木屋出来 我盖了一间小木屋出来以后呢 我就出国去玩了 因为军人不能出国 所以我到了香港 到了上海 我去看我的弟弟 我弟弟在上海工作 然后回来以后 我就把我那个小店就开张了 我那个小店初期的时候 我卖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卖的是家庭的布置品 包含有灯 花瓶 鲜花花绘 还有门毯门棉 以及灯画装饰品 全部都家里面布置用的东西 那我做社区的生意 当初这个构想 我只是想把我自己的情缘 做成一个有不一样 或者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小的 木屋的一个小店 有点像欧洲 欧洲有时候在社区里面 都会有这种小店 那那个时候呢 我把小店弄好了 就开始营业了 但坦白说 理想跟实际会有出入 所以当开始的时候呢 生意几乎没有 因为你开了店以后 弄得太漂亮了 我的小木屋是格子窗 然后有大片的玻璃窗 那里面布置的就像一个 很丰富的小店 可是因为社区的人都很保守 所以他不敢进我这个店里 来买东西 他不想是住家 还是商店 后来呢 我就赶快去买了一块 欢迎光临的牌子 挂在门上面 那陆陆续就有人进来 开始做巡优探访的工作 他发觉里面东西是卖的 然后这样慢慢慢慢的 再经过口碑的相传 以及那个时候 我曾经到过宏基电脑 因为宏基电脑还在 还在龙台里面有总公司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前电脑中心 跟宏基的一些单位都很密切 那我到那边去发了一些 我们的名片 或者我要卖的项目 逐渐逐渐呢 在那个小店里慢慢建立知名度了 然后呢 假日是我最忙碌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店呢 有很多周遭的邻居会带着 他们的家人到我们小店来逛 那我做了一两年以后 我才发现就是说 这个工作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 它在社区做会饱和 因为每一个客人买完东西以后 我不可能很快的接着再买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决定要回台北开店了 那那时候我就 把我第一个店开在师大夜市里面 师大夜市是一个很热闹的场合 所以我又在师大夜市 开了我台北的第一家店 在那边我又做了四年多 四年多做完以后呢 它同样会面临我在 市区里面所碰到的问题 也就是说买的人 它会接近于饱和 买的人不可能重复再买 刚好我们有去欧洲看展 我们认识了商场的经营者 所以他就介绍我们到了 所谓的商场员去做我们的门市的陈列 所以我就进了新庄 在那边有一家叫 纽约家具设计中心的一个家具商场 它就相当于像百货公司一样 但是每一家呢 在那边设立自己的专柜跟门市 那我在纽约家具17年前 我进了它里面做了第一家门市 后来我们做了两年以后 我们又把公司的门市扩展到 系纸有个热光家事馆 然后再进到 士林有一家大都会 所以我们陆陆续在商场 已经工作了大概17年 这大概是我们目前 我现在工作的一个变化 坦白说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我读高中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我会当军人 因为我的父母当老师 因为他管得很严 所以当我大学联考放网 考得不好的时候 我上了中正理工学 我第一个念头说 不错住家 离开家住在外面 第二个呢 当时中理工学 一个学生大概有 两三千块钱的零用金 以当时的物价来讲是蛮好的 所以我的父亲那时候问我 你如果想要去读中理工学 你自己要做自己的决定 那我就毅然毅然的决定 去读中理工学 那我也知道 读了中理工学以后 就要长期服役 要身为一个职业军人 所以那时候我就 很高兴离开了家 我家住台北 我就到中理工学去报道了 那四年下来 我觉得在中理工学 我也学习到很多 也收获了很多 也结交了很多的 同学学长和学弟 但是我也没想到 我会现在目前 做这个工作 来做生意 那职业军人当中呢 我工作非常忙碌 坦白说 我只有毕业了前一年 前二年 前一两年我是 等于说不是主要的 负责任的参谋 我上面还有学长 大概第三年起 也就是我 结婚的那年开始 我的工作非常忙 我几乎每天都要 把工作带回到家里面去做 后来我电脑 电脑中心以后 电脑中心的工作也非常忙 我们几乎都每天忙到 晚上两三点钟 因为我们要跑很多报表 给我们的所有单位去使用 那晚上要写程式 要挂磁带 跑报表 然后报表出来的问题 要在晚上就要把它解决 第二天要把报表交给实验单位 所以我在军人 在这十一年当中 其他十年当中 我的工作都非常忙碌 几乎每天我工作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 那但是十个小时工作我们在体力上虽然负担很重 可是在心情上我们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繁重 因为那时候我们主要是想把工作做完 任务完成 因为我在每一个阶段工作 我很重视细效 所谓细效就是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成绩表达 那做了我现在这个行业呢 我们每天工作时间当然也很长 但是这个行业确实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这个行业的触角比较广 它所面临的服务对象也不一样 像我现在工作来讲 我接触到的人 可能有像你们这样年轻的一些人的顾客 也有可能三四十岁的顾客 也有六十岁的顾客 那所谓的精品是什么叫精品呢 这个精品就是我现在是完全销售在 我们目前家具这个行业 我拿了美国大概有四个品牌的代理权 到台湾来 所以我在我的门室里面所展示的 就是你们家里面所有用的 包含到客厅 餐厅 卧房 所有的家具包含沙发 床主 餐桌 包含到吊灯 画 壁饰 以及小的摆设 在我公司里面我们都有从国外进口进来 然后在我们自己的门室展示 所以这个工作跟我原先的军人工作 以及我原来的规划的想法里面 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二十年当中 我们陆陆续从一家小店 我刚才所介绍的 从一个木头的小屋都 到台北市开了一家三十平的小店 到目前为止我有三个的门市 在台北县跟台北市 新北市跟台北市 我有三个门市 所以这个的心路转换 其实它是一个阶段性 慢慢地演变出来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想投入服务业 想从事一些比较跟你现在所学不一样的 起上这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自己念的是四年的机械系 但是我一天机械都没有用过 我念了机械制造 机械画图 热力学 电力学 这些我们几乎 我毕业后一天也没用过 我做电脑中心里面 城市设计的时候 我是从头学 因为电脑的东西 跟我原来大学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我退伍以后呢 我从事的是服务业 那服务业里面要 主要的就是要去挑选货品 布置店面 销售我的商品 那从来没有卖过东西的人 如果你要去卖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要了解客人要什么东西 以及要什么去讲解 让客人了解到 你的东西符合他的需求 那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还蛮适合卖东西 因为我跟客人的在介绍当中 或者客人需要的东西 我都很能够适切地 帮他们做一些 不管是安排 或者是我刚刚的规划 那客人都觉得 这样的方式他还蛮好的 而且我们的店面的东西 从国外选回来 在我的门室里面 都吸引了所有 喜欢这类型的客人进来 所以有时候我在思考 我在高中的时候 可能我选的那种科系 选的性向 那个时候当然 以十七八岁的学生来讲 坦白说也是 对未来不太很清楚 就像我的女儿 当初她读高中的时候 她想学历史系 她想学西班牙语文学系 因为我们经常出国 我们发觉 除了英文很重要以外 西语在全世界里面 使用人口数很多 像我们去美国 去采购看展的时候 有很多南美洲过来的客人 他们都用西班牙文在交谈 我们去西班牙采购的时候 西班牙人都是用西班牙文在交谈 所以欧洲 美洲 有很多人也用西语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建议 我的女儿 不管是她自己喜欢历史系 或西语系都可以去填写 她阴错阳差 她的分数刚好 有的没上 有的跳过去了 所以她就上了文化大学的 生活应用科学系 当初她这个系不了解 这个系是我太太帮她学的 那她上这个系初期的时候 她会觉得说 这个系不是她想要的 所以她蛮失落的 上了一年以后 她就觉得这个系很活泼 而且这个系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不用学数学 因为我女儿对数学很没有兴趣 所以她觉得那个系 是一个非常轻松的系 那我后来了解她们的系 真的在教学上 也是非常活泼 譬如说有一年大一的下学期 她跟我讲说早上她要赶到IKEA 家具店去吃早餐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因为色彩系 色彩学的老师规定他们 十点钟以前到IKEA 在敦化南北路那个门市那边去集合 十点钟以前到的学生 老师请吃早餐 十点以后到的学生呢 自己付早餐 那我们带她去以后就发觉 他们系上的同学 已经到了一大堆了 然后呢 他们吃完早餐以后 老师就把他们四个人到六个人一组 来分配 叫他们看IKEA里面 所有家具摆放的颜色 跟她色彩的配置 然后四到六个人看完以后 要做心得跟书面的报告 那如果有逛过IKEA家具 你们会知道 IKEA是全世界里面 家具销售量最大的一个集团 它在全世界都有它的门市 而且它的颜色配置非常活泼 它很适合年轻族群去看 以及去学习或者是采购 因为它单价并不贵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样的课程如果能结合 它外面的这种的实际暗影去学 也蛮好的 后来有一天 有一次下午 他去台北看展 我们就问他看什么展 他说看爱马士诗经展 这也是色彩学老师 规定他们去看 所以我觉得读这个系 他们是接触十一柱形 所以这个系现在目前 他已经读到四年级了 那他今年呢 他就四年级课比较少 所以他只有三天有课 他把它拍了 所以他就到了台北市去找工读的机会 那他应征了几个工作 有85度锡 有一家锡点面包联手店 那还有一家是泰式料理的瓦城 后来我跟我太太就建议他去读 去瓦城去上班 因为瓦城那时候还没有上柜 是最近才上柜上市 那瓦城它是一个联锁的餐饮集团 那他要求所有心理人员 都要先去做体检 在没有上班前 你要先自费花600块钱去做体检 检查念墨带低型肝炎 以及身体的状况 完了以后面谈合格的人 可以到瓦城去上班 那瓦城它是有分不同的课程给你上 譬如说我女儿先去上的时候 他先上从厨房端所有的菜领 到客人桌子上 这样先上三到四天的课程 才能够去实习去做 而且每一个礼拜每一天 都会有店经理或者是主管 会跟你讨论这个问你的状况 而且他们会给你打分数 到打一个分数以后 你才能跳到另外一个单位 也就是说你才能够带领客人 从门口带到你的餐桌 去上菜跟点菜 所以初期的人 全部都要先学会端盘子 那主管就会问我女儿说 你会不会端托盘 因为他们东西要端托盘 而且有的东西很重 这东西都要重新学 那还好他们有打翻东西 他是有上桌过菜 因为上菜速度要很快 上桌桌菜以后呢 客人如果吃了 那厨房就另外再做一道 给那个正确的桌子 那他在那边已经做了 大概快半年了 他的工作绩效也不错 他现在已经做到 可以带客人从门口进到桌上 去点菜跟带位置 所有这些动作做完以后 还会轮到所谓的吧台去做 吧台是做冰品调饮料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餐厅 如果你在那边打工 如果有做过一年以上的话 其他你对餐饮的流程 你会很了解 那初步的概念也会有 所以万一你将来哪一天 想开一个小的减餐店 或者开一个咖啡店 其实上你都有概念 包含流程 人员 上菜 以及你菜单的制作 跟带客人或者客人投诉 你要怎么去处理 所以我觉得像你们现在这个年纪 其实应该多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 或者是打工的机会 去历练学习一些东西 当初他要去上 他们住家 他现在住房子住在德行东 附近有一个85度C 后来我们就跟他讲 85度C因为他的范围太简单 可能只是调制饮料 然后把蛋糕装好 然后结账或者是买单 所以这些东西对于你的流程要学习 可能三到四个月就很快就费贵了 但一个餐饮的集团 他在训练你的时候 你可以接触到每一个部门 这样你学习东西会比较多 所以他现在对于这样瓦城工作 他也非常的高兴 而且他不但可以有课上 然后三天四天他可以在瓦城打工 还有另外一份薪水可以收入 所以我相信他在四年级这一年 他的学习会很好 因为其实上坦白说 我自己在用员工的时候 我当我用的人 现在大概都要35岁以上的员工 年纪以上我才会用 用我的客人大概是40岁到55岁的客人 所以像各位来讲 年纪太轻可能对于我这个行业并不合适 但是我会看每一个人 你过往的经历 比如说你做过什么样的行业 做过多久 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讲 如果从学生时代就有接触一些打工的机会 你步入社会做的第一份工作 或第二份工作 那个应征者会看中你打工的时候 你所付出的一些经验 这个是蛮宝贵的 所以其实上你们如果到了三四年 你有机会的话 打打工是可以学习很多经验 就可以让你们的收入有一些额外的连用金 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好的 所以这个打工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是蛮好的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几个主要的摘要的主题 我今天所定的题目 就是如何求职跟创业 我相信四年级学生毕业后 不是继续升学的 做研究所的课程的学习以外 很多人就要步入到社会去工作 但社会工作你面对的就是一个很竞争的社会压力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要去求职 那我的太太从 她是辅任外文系毕业人 她毕业以后呢 一直都从事在外商公司工作 她第一份工作我记得那时候 是在杜邦化工 杜邦化工做完以后 她到了美商的摩根银行 做了一年多以后她就转到新加坡航航公司当总经理的秘书 大概做了两年多以后 然后我们结了婚以后 她就跟我一起搬到了桃源农台 然后她后来第二年又在中立进入到HP 会补电脑一直做到我们重新创业以后 她在HP大概也做了八年到九年 所以她一直在外商公司做 那外商公司所给予的训练跟受训的机会很多 所以她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学到了很多 因为俯仁外文系 她不像一般的外文系 她是学英国语文学系的 所以她要读海明威的小说 要读很多英国的文学 但是她们没有实际商用上的一些训练 所以她到了大四那年 她去读 她去学数据 然后大四那年 我记得她去学英党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脑那么普及 她所有准备工作都是为了毕业后 能够从事社会的工作 因为那时候她并不想出国念书 所以她留在台湾工作 那还好是因为她有外文的底子 所以她找的工作当然都在外商公司 我们现在的工作里面 我太太也付出了很多 因为她进来HP以后 她学习到了有关订购的一些商业行为 所以我们公司如果跟国外采购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看信用状 信用状是一种跟国外之间 用银行做背书的一个文件 那个没有开过的人 坦白说她是不会开的 那刚好因为工作机会有学习到 所以我们对国外采购的 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开信用状 而不用付太多的资金 用自有资金出去 用银行的一些借贷 就可以直接来买货品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公司 成立以后的运作也很重要 像她的HP当过人事部门的主管 HP的人事部门的主管 她在面谈新进人员的时候 她是要两次到三次的面谈 也就是一般外商公司 她不会做一次面谈 就决定录取谁 她可能单位这个经理面谈 完了以后是人事部门的 总经理或经理面谈 然后最后可能是上面的 一个副总面谈 她要经过三次面谈 原因可在她要看出 你这个人的个性 性向 以及你回答问题的诚实度 以及你真正的能力 她经过三个人会谈以后 再去做综合研判 用哪一个人当正式的员工 所以这个呢 也目前在我们公司呢 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考核或者是面谈 我们新进人员工 我做第一次的面谈 面谈完以后呢 就变成我太太在做面谈 然后我们两个在针对 所问的问题 一起讨论哪一个员工合适 那这样可以交叉比对 而且会很容易看到人性 像我最常问的问题就是 我问最后一问题就问她 你如果到我公司来上班 你希望每个月拿多少钱的薪水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 当你在面谈完 最后一问题丢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用说 按公司规定 回忆公司的制度 但我最常常跟他们解释说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数字 因为我要知道说 你对这个工作的期许 那当然这样直接问 她脑袋中一定是在想 我到底要想多少钱 讲低的会不会老板给我低 讲高的老板会不会不用我 所以这也反映出 当时这人的一个判断力 我也常常跟他们解释 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 可能每个人有家贷 家庭的负担 有房贷 有车贷 或者有结婚 没结婚 都有不同的一些状况 但我希望听到你最真实的数字 那我也会很直接了当的 在访谈中直接问她 你散了我工作 为什么辞职 什么原因辞职 我要希望她在第一时间 讲出最真实的话来 因为员工的相处 大家诚恳比较重要 那你希望来获得这份工作 我也希望你能做得长久 像我们公司所有心理员工 不管是在门市销售 或者是后勤的一些 这个我们后勤就是所谓的 我们东西要送到客人家的 所有运送 全部都是公司由我 或者我太太来亲自带他们来 做初级的训练 因为我有20年的销售经验 我从81年开始做我这个行业 就要今年101年有20年 我没有离开第一线的销售 所以我有接待过 大概有几千组的客人以上 然后呢 我对每个客人的习惯 习性 年纪 他的喜好 个性 我每一次做完每一个案子 或接完每一个客人 我都会去回想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经验的联机才会造成 我们接待每一个客人都可以 很游刃有余 那这也是年轻的或者初期要做业务的人 他必须要去学习 所以最近像我一个门市 我在招考新颜 我昨天就带了他一天 那那个新积兰这个业务的是一个女生 他已经40岁了 他也做过家居 这个销售这个行业 做过4年 可是他昨天就很用心 他昨天第一天上班 然后他带了录音机 带了笔记本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要录音机 他说因为如果你讲了我没有记下来的话 回家可以重听一遍 那我就跟他解释销售这个东西 是非常好玩的一个行业 可能大家各位都当学生 还没有真正面对销售这个行业 但是销售它是一个很难去形容 我们用言词去形容 它有一点过于官样文章 但是用简单一句话 任何一个行业的销售的业务 首要目标你在接触你的客人的时候 你只要把自己行销出去 你所卖的东西就非常轻松的被客人接受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你今天不管是卖家具 卖汽车 卖保险 甚至卖其他的商品 你如果把你客人 让客人很容易接受出去 你跟客人第一次接受的 就好比男女相亲一样 第一个两个人看 要互相有好感 然后要让他对你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在开始介绍东西的时候 你不用过分的太商业行为去介绍东西 你应该很亲切的跟客人达成一种 好像你是他的朋友一样 所以能够卖东西的业务 一定是身段非常软 然后跟客人的互动非常好 所以这个东西 微笑是第一要务 所以我训练我员工 任何客人进来 第一个口气要轻松 第二个面带要微笑 微笑一定会让客人能够马上能够接纳这个人 那如果把自己能行销出去 你不管是卖任何的产品都非常的轻松 所以我在销售的这一块工作上 我累积的经验就是说 任何客人进来 你不要很商业味的就想介绍你的产品 你要先了解客人的需求 然后用你很诚恳的态度 帮客人做专业性的介绍 有些业务很急 他希望客人第一次就能买 或者像有些汽车业务 一直在介绍汽车的性能 或者他的一些贷款各方面 其实上你要了解客人的需求 也许女生的需求跟男生的需求不一样 所以卖任何东西 请要切记不要急着想卖商品 你应该让你自己无形中行销出去 让客人接受 这个东西也许你将来哪一天做的业务 你就能体会 也许你现在没有在卖东西 体会不会那么深 但是以我们真的做久的业务来讲 只要我把我行销出去 客人接纳到我 他一定自动会回来找我 他因为会觉得说 这个业务对他的感觉有信任感 比较放心 或他专业性比较多 或他态度很诚恳 他笑容很棒 所以做销售业务的时候 切记不要太商业型 一定要把自己行销出去 所以我做了那么久 我觉得一定要有个动力 像我做这个行业二十年 初期我自己做 我没有员工 我的店面到台北开第一家店 我所顾问员工全部都是师班大学的三年级 或四年级学生当我的工读生 晚上我一定自己看店 那我看店当中 我会跟我所有社区的客人 后来买东西的老师学生 都建立很好的互动关系 不管是做保险的一些年轻的小姐 他们买礼物送客人 或学生生日送 我都会把他们包得很好 我就学习如何包一个盒子 包得比较精美 我店面里面呢 我有设备煮咖啡的机器 我让我的店面里面充满了咖啡的香味 然后有熟的客人进来 我都会请他们喝咖啡 我咖啡不卖 我是请的 那我冰箱里所有时候都有果汁 我要让我的熟客人进来 如果在等待当中 我会请他们喝果汁 那我对每个东西的产品都很了解 所以我会给他建议说 我的东西要怎么用 墙上要怎么挂 或者那个布皮要怎么挑 有些要挑桌巾 有些要挑门帘 那我从来没有插过花 可是因为我要卖我的商品 所以我卖了很多手拉胚的花瓶 桃瓶 那我进很多干燥花 所以我大概也插了有三五百分的花出去 那反正就逼迫自己要学习怎么插花 所以我后来发现人的潜能是可以被激励起来 那我跟客户互动里面 客人对我的信任感很好 所以我建议的东西他们回去吃过以后 发觉挂东西这样挂 就是蛮好看的 那无形中 当然这些的消费者 大很多女性比较多 都可能是太太 或者是一些小姐 可是我们在互动当中呢 就建立彼此的信任 所以他会觉得说 这个李先生李老板 他所建议的东西 或所卖的东西比较独特 挂上去的校尾 那我把我的这个店面 第一家店面做得很像住家 所以里面呢 有庭园 然后有屋内 庭园都种满了花草 然后我的门室的那个窗户 全部都是石墓的 格子做的 右墓的门窗 所以初期看起来 很像一个人住家 进去后 浴室我也有做一些布置 所以我的卧房里面放了床主 外面场地里面放了这些的家具跟饰品 全部都像一个家的感觉 我希望希望做成一个家的味道 让客人进来感受不同 因为大家看到的店都像店 都像商业空间 我做的是像一个家 我希望他们进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家的小屋 所以在那四大商圈那四年 我的生意还算蛮稳定 而且我的客源又很广 因为有一些四大老师到了暑期会来修学分 他们从全省各地来 那他们买的时候 都会在节训的那一礼里面买很多东西 然后请他的先生 或者他的家人 开身把这些东西带进去 所以我有不同层次的客人 在那个地区 那我做这么久 主要就是我对这个行业非常有兴趣 而且我做起来我觉得有乐趣 像我做这个行业以后 前两年我是跟贸易公司进货 可是我进货两年以后就发觉 这种店里我没有特色 等于我可以拿到的货源 别人也可以拿到货源 然后他放的东西 跟我店里放的东西很接近 这种特色就不容易出来 所以就兴起了我要出国进货的念头 可是我们完全没有资源 怎么去国外进货呢 到哪去进货呢 后来我们慢慢了解到 原来全世界有很多展览会可以看 那亚洲地区最近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人这个人 这个民族性很活泼 所以他会设计东西 像我曾经经过菲律宾的彩绘家具 我去工坊参观 他就是很年轻 二三十岁的男生 他放了一张小照片 是那个家具的样子 他夹在他前面的一个桌檐上 他就在所有木头上 照那个花样去画出来 在那个柜子的表面画出图形 画出花样 甚至画出玉米 画出刀铲 然后做成乡村的这种花卉的描绘 完全不打草稿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他们菲律宾人的活泼性好高 然后菲律宾创造了很多陶艺 跟铁翅的产品 所以美国人很多乡村的饰品 全部在菲律宾下单做 那泰国我也去过 泰国做的东西呢 它有它的一定的风格 像泰国的像调得非常好 泰国的木制的产品也做得很好 那泰国还有些手辣配桃品也做得非常好 那印尼我也去跑过 印尼呢主要是做木器 印尼的木器 它生产的用物跟桃花仙物 在亚洲来讲是非常量非常大 而且他们做出来的家具呢 因为被荷兰人投资过 所以他做出来的家具 有带一点法式的味道 所以你现在看家具 我现在看所有家具市场 从哪里进来的 是哪个地区生产的 我大概一看 我大概都了解 每一家进货的管道 你有多年的采购经验 让我们就眼睛训练很锐利 那我跑这么多国家 也让我觉得说 退伍这个行业 我选了这个行业 就有一点可以去看 但所有各个地区的国家跟人民 是一个蛮不错的工作 可是也很辛苦 因为看展 如果以看展来讲的话 他从早上9点钟 进到所谓展览会场 会一直走路走路 走到下午的3、4点钟 等于要走7、8个小时 在那边寻找哪个商品 那以前3、4岁的时候 不会觉得很累 那以现在我跟我太太这个年纪呢 五十出头以后呢 我们的体力跟脚 脚沉就没那么厉害了 往往走到国外了 走到下午就非常累 像我们去美国看展 我们从台湾我的住家 早上5点半出门 然后开始坐飞机 8点钟的飞机飞日本 日本飞到美国的底特律 底特律在转机 转到美国的北卡 北卡在这种赫斯租车 拿到车以后 我们开高速路 开一个小时进到旅馆 我算过大概26个小时 或者28个小时 等于我早上出门 虽然是晚上进旅馆 整个飞机跟所有旅程 28个小时 那进到旅馆以后呢 前两天睡觉 三点钟一定会起床 因为有时差12个小时 我们跟美东之间 差12个小时 所以三点钟起床是为什么呢 因为肚子饿了 它很定时的 到30年就起来了 那美国的食物是全世界里面 我觉得最难吃的一个地区 虽然它有牛排那些 可是跟我们台湾牛排味道差很多 所以我们都会带 生理面泡面过去 然后美国欧洲旅馆没有热水 你就要自己煮热水 然后泡泡面 因为那个时差到的时候 就自动醒很奇怪 所以每次去美国 半夜前三天一定会醒 然后第二天开始工作的时候 走路走到下午三点钟 就是说我们台湾夜里三点钟 那个时候你的体力也会很累 那个时候一定要休息 可能要找个地方喝杯咖啡 所以这样的工作 我们做了十几年下来 其实我太太现在最痛恨的就是出国 因为出国要坐飞机 要整理行李 她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很让她伤了 而且我太太坐飞机不能睡觉 她一上飞机 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 她都睡不着 因为她没办法坐着睡 那我还好 我一上飞机吃晚餐 我可以睡我就尽量睡 所以有很多人说 我们这个工作可以去全世界各地看东西 是一个很棒的工作 其上到某个年纪的时候 她体力可能就没办法复合这么大 所以年纪心真的是很棒 年纪心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 所以因为有热情的驱动力 让我们一做这个行业 我做了二十年 我太太做了十八年 我比我太太早做两年 那也因为我们有这个动力在存在 那以及这个工作吸引我们做 所以这个工作做到现在 我还在重视 但是这个东西呢 起步是比较难一点 但是我们当时起步的时候 完全是站在一个存信群 没有任何资源 因为我们家庭里面 我父母是当老师 我的岳父是公务人员 所以没有任何人从事这个商业行为 也没有任何人从事过门市销售 我们两个夫妻呢 就凭着自己的想象 跟到处去问 问到了进货的管道 我在初期做门市的前两年 我还曾经卖过女生的时装 那时装要怎么批呢 那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香港 那时候没有韩国货 日本货有 但日本货进来的少 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就是意大利时装 所以我们就问了一些做服装的朋友 但是因为同行相继 所以他们会告诉你很明确的咨询 那大概问退一点眉目了 我们就直接两个人就跑到香港去了 然后香港有个铜锣湾 铜锣湾有个恒隆中心 那个恒隆中心是一个很大的大楼 大概有十五六成 里面每一个公司都有做批发 他们全部都从意大利进市装 到香港来卖 我记得三届就给你批发家 但是唯一条件不能试穿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进套装 毛衣 衬衫 全都意大利的服装 因为那时候我在做 我第一个门市的时候 我曾经思考的时候 到底要做什么样形态 还在摸索 因为第一次创业 那家世里 可能你今天买一个花瓶 明天买一个门槛 后天买一个闹钟 或者一个墙上的花 可是不可能天天买 可是来买的人 百分之九十都是女生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来做一下服装 那我们那边刚好靠近 有中科院上班的一些 上班的女生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批一大利时装 回来让他们来选购 所以我服装我也卖过两年 那卖服装其实上就是 你要选对你客人的尺码 跟当时他们比较喜欢穿的一些颜色 滑色 卖了两年 我后来把服装结束 没有再卖的原因是因为服装有季节的变换 服装也有尺码的变换 那我们做意大利进口这种服装 我不可能每个尺码都齐全 所以到最后呢 会赚到的东西就是你那一堆存货 所以存货如果你今年卖不掉 明年拿出来 你的旧客人还是看到的 那这个东西呢 今年卖不掉 明年到第三年就更难卖了 所以服装有尺码跟流行的款式 所以你看现在百分之 为什么还没有做中间性 很多服装已经下杀到五折或者四折 因为他今年不卖完 他这一笔衣服全部都要报销了 所以他能够赶快把它打掉了 赶快打掉 就算是亏本 他都要把这些服装卖完 因为明年有明年新的版型 明年新的款型 他只要不卖完 他今年整个营收来讲 可能就是亏损 可是我做这个家饰品 我发觉 它没有流行的趋势 我今天如果进来这支灯 第一年第二年不好卖 可是第五年有客人进来说 哇这个灯好漂亮 他要买 他就买走了 所以家饰品没有太多流行的问题 所以家饰品可以卖得很长久 所以我后来就把服装结束掉 只专心做家饰品 所以做一个行业 你一定要乐趣 你要很多的想法在里面 所以你有这个动力呢 你才能从事得久 每一个人在求职的工作中 可能第一工作不是你最后一个工作 但也有可能第一工作会做蛮长久 我需要每一个人在面对求职的时候 你能妥善地去想出来你自己的性向在哪里 你是想要继续读书在深造呢 还是想直接做做工作的 像这个问题我也曾经跟我女儿在今年讨论过 我女儿从小学开始 我太太就有帮她找一个外国老师一对一的conversation 所以她每一个礼拜六有一个小时的conversation 从大概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开始 所以我女儿一直到大三 今年开始没有 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 她每天都回家 每个礼拜都回去 除非真的有事 她也是那个小时没有放弃 那她老师是澳洲人 她娶的是我们台湾的太太 她当初到台湾来 她高中毕业到台湾来 第一个工作也不是教英文 她应该是什么 六湖村里面变魔术的 因为她说她在澳洲 没有深山大学 她很懊恼 然后呢 就觉得好像人生一切都不顺利 结果后来她依然觉得想出国去工作 那她在来这个台湾教魔术之前 她在澳洲已经把英文教学的那个资格修完了 所以她英文的发音非常的标准 不是澳洲人的发音 是美国腔的发音 我自己太太是外文系毕业人 可她不喜欢教我女儿 她说因为我们中国人 在台湾长大的教的英文 我讲的腔调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腔 那你如果想要学习正确的腔调 你必须跟外文人去学 你要跟外文人交谈 所以我太太虽然是外文系读了四年 她不太会想去教我自己的女儿 所以我们从小学的时候 就帮她请了一个老师 每个礼拜一堂课一个小时 然后到家里来conversation 所以我女儿的听力 说都没有问题 那她在高一暑假跟高二暑假呢 因为我们刚好有亲戚住在美国 那我太太的二姐 是空中语杂志的以前的老师 那后来被派到洛杉矶 当然那边空中语杂志的老师 所以她就是跟彭梦会彭老师一起录录音节目的一个老师 所以那时候高一跟高二 她就帮我女儿安排了美国那边的学校的Summer School 到那边去数修英文 顺便跟那边的技术家庭住在一起 那这两个暑假里让她有不同的视野 本来她都很排斥 因为她个性比较保守 比较胆小的一个女生 她不想去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她能够去历练的理念 好 我讲这些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她有能力可以去国外念书 或者她已经在国外住过一个短时间了 应该可以 可是我女儿很坚定地告诉我 她不想出国 她不喜欢到国外 她想毕业后就找工作做 那她也不想继续念书 她觉得书读完四年就好 那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想法 我很尊重小孩子的意愿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方式都有自己的表达 那从事工作你约少做 其实上也不错 所以她现在在瓦城打工 我觉得她非常快乐 又可以 偶尔还可以排班 有时候不排班也可以 所以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性向 需要去排班 但假日他们大半都很忙 可是忙归忙 可是每一天如果有工作 让她每天有做完觉得很棒 因为他们所有同事都是大半的工程生 所以她年纪都差不多 有男生和女生 她在工作后三个月以后 我们全家都去那边试吃一次 因为员工的眷属去吃 有一点优待 服务费可以免 那我们在那边吃 我觉得他们那个环境也很棒 所以工作跟求学 完全看每一个人 自己的想法跟兴趣 如果你想从事工作 你就把工作的目标设定好 然后想做哪一个行业 你多少对于行业的方式 有自己的性向 或者是跟师长去做讨论 我觉得都可以找出一个自己的想法 就像常常讲我自己的例子 我跟客人在聊天的时候 我念了四年机械 没我一天机械 我做了七年的电脑设计 我也没有从事过电脑工作 我退伍后没有从事 那我就毅然投到这种小店的经营 跟去做销售 那我也没想到我会卖到家具 那为什么会卖家具呢 也是因为我进到商场以后 发觉在商场里面 大家租一两百亭的人 为什么能够存活 是因为他卖的是家具 那我当初进商场 我卖的也是家事品 我就发觉存活很慢 在那边生存很慢 因为你的营业项目不一样 你的金额不一样 后来我就改变我的产品 我就从欧洲进我的乡村家具 我去西班牙进我们的东西 慢慢慢慢我就开始发展了 我整个家具的工作 那也让我的人士 从一家店变两家店 两家店变三家店 我三年前 我曾经到高雄去开店 我开了大概三年 那目前高雄店我已经结束回来 因为高雄的 在我们这三年到时候 我发现它的后勤太长 我每次去高雄 开个车下去要五个小时 回来要五个小时 所以在那边的工作时间太短 大概只有两到四个小时 而且这样会搞得我的员工也好 或者是整个生活都会人养马翻 所以我把高雄三年当作一个学习的经验 那我后来事后 我跟我太太整个核算 我们去高雄开店 这三年当中 我们所花出的费用 包含门市的租金 包含门市的装潢 还有我请两个员工的薪水 以及在那边我租了一间套房 因为那个时候 嫁入我跟我太太 还有我最自身的一个店 我们三个人都有每一个礼拜都有人在那边照顾我们的客人 所以这些的所有花费算下去 我们刚好这三年不赚不赔 只是买了一个经验 对于南部市场比较甜一些 但是坦白说 以我们这种东西 如果要大建的送到南部去 确实在运输途中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现在专心做我北部的人事 这三年经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好的学习 我们知道说台湾虽然不大 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产品运送到南部去 还是要有一定的规模 就是说你台中要有点 台南要有点 高雄要有点 这样车程下去的时候 才能够兼顾到它的成本和行政效率 所以这个热情可以支撑你所有的这些的动力 有了热情你才把工作做得久 但是初期的热情 希望大家能够找对你走的行业 你就可以做得更久 而不会初期的东西 做着没有兴趣 在换的时候 越换越找不到你自己的方向 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可以在过程中去累积 也可以跟你的朋友或者父母或市长去做讨论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来源 这里面有一个贵人相助跟小郭的故事 我顺道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在做这个家居二十年当中 我曾经碰过两个帮忙很大的朋友 这个贵人 第一个贵人是谁呢 就是我做了三年 我第一次出国看展 我第一个看展是到菲律宾看菲律宾的家事展 那菲律宾人做的东西很活泼 他的展览会比我们世贸办好很多 而且他的会场展览的东西也非常漂亮 那我跟我太太去看菲律宾展是朋友带出去的 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一起邀约去的 结果我们看完以后呢 我们就想自己进货了 因为有进货嘛 我们才有自己的货源 我记得那时候我看了一家东西非常棒 他有茶几桌 有玄关桌 还有一些灯饰 立灯 还有一些装饰品 结果带我去的朋友呢 他不愿意帮我进货 他已经是个贸易商 他想要赚中间的费用 所以他讲得很含糊 结果呢 跟我们一起去了另外一个朋友 我也不认得他 他姓蔡 那个蔡先生听到 我跟我太太想进货 他就说 我帮你进 那我跟他真的不认得 在台湾一点也没接触过 后来呢 我就问他说 那费用 请问要怎么算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成立贸易公司 我也没办法自己进口货柜 他说 货到台湾你付我5 就是货款的5%的税金就可以 后来我第一个货柜 第二个货柜 都是通过他公司进来 那其实当我自己做了贸易公司以后 我发觉 其实当我给他5%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营业税是5% 没错 可是我们到了年中 公司还有一个综合所得 有3% 所以其实当我应该给他8%的 他这个人很 我们讲的很阿萨利 而且他看我们付两个 很想进货 又很实在之下 他就愿意帮我进 第一个货柜跟第二 这很难得 因为同行相继 我相信在很多 这个行业都是一样 结果呢 我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那个 他的英文并不很好 他是一个 60多岁的 一个老板 所以他以前 服务的对象是谁 他从菲律宾进来 很多艺品 卖给酒族 卖给以前的三商行 卖给这些游乐区 所以他都很深入到菲律宾的山上 跟一些原住民的部落去买东西 可是那些原住民部落就跟我们想象中是一样 它是很乐观的 所以做事情 常常有时候会拖延 或者交货量不足 那结果这些人都要去协调 后来我太太就帮他去做一些翻译 然后帮他去出货 要求品质 要求赔偿 所以我们就变成很要好的朋友 后来我进完第二个货位以后 我们夫妻两个决定成立贸易公司 因为当你有自己会员进来的时候 你就发觉 有自己会员 你就可以拓展你的视力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一起 我们两个公司一起来世贸做展览会 所以我也开始从事了批发的工作 所以我批发的工作我也做了有五年多 从批发中又累积了一些想法跟经验 但是事后我们决定开自己的专卖门市面 就是我希望保有自己的货源 在全省我是唯一的 然后你们从不管门市 从官方网站 甚至从这些的网络上 都会看到 我所买回来唯一所代表性的 所以我后来就不做批发了 那要不是这个蔡先生 第一次第二次帮我进货位 我肯定也没办法做到进口商 所以他当时很 直接的就告诉我们说 他帮我进的时候 我们夫妻两个真的很讶异 事后我也非常感激他 那因为他的帮忙 才让我跨出去这一步 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头再想 这些的事业上的帮助的人 他其实上是都隐藏在你旁边 说不定他其实帮你一把就让你能够成长的快速 或者是变化的让你如何去预估出来 我进到了商场以后 我一直都在卖乡村的饰品 所以我东西都不大 刚刚我有讲 别人一两百坪都能生存得很好 我做三五十名怎么做起来压力这么大 是因为商场进去的客人都要买家具 他们都是买新房子的人 所以买饰品呢 他们觉得可有可无 后来我就跟我们的精英者的房东的儿子 我们因为在里面一起工作 就变得很好的朋友 他因为家族做家具 所以他很早就已经开始做 他比我年纪还小 他五十三年次 所以小我六岁 可是他在家具的行业 因为从小的妈妈妈就做家具 所以他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们常常在商场里会聊天 然后他会跟我很多建议 因为他也常常看世界性的各展 就是他去德国科隆看家具展 去意大利米兰看家具展 去西班牙看瓦拉西亚展 这都是世界欧洲三个大的展览会 他每一年都会去看 所以他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这个朋友呢 帮我们的建议让我们的产品 一直有所做改变 所以我记得我公司在商场里面 第一套沙发是跟他借 从他的人事搬一套沙发 到我的人事来 那时候我还没有卖沙发 后来那一年我太太去西班牙去 去看沙发 然后我们就从西班牙进了很多 乡村的花布的很漂亮的沙发 从开始以后我的沙发就是我的商品准备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沙发打完折下来 如果以进口的商品来讲 大概就在十万块钱以上 所以他的营业额在整个店里的营业额 是非常高的 像我现在卖的沙发 打完折下来将近二十万一套 所以营业额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沙发对美国卖家具的人 它是一个重要的商品 但也是因为这个朋友 他给我很多的建议跟他的想法 然后呢 我第一套沙发跟他借进来以后 因为有外出 我们才促成我们的决定 开始卖大件的家具 所以在工作中的贵人 他无形中都存在你的旁边 也许他会给你很好的建议 你只要听进去一两句话 你就会受益无穷 那第二个故事是小郭的故事 那这个是我讲 做每一个行业里的热情之所在 这个小郭是谁呢 他是我第一个外车司机 当初我在做成家具以后 我并没有买货车 所以我的家具怎么送出去呢 我就透过业界的一个朋友 介绍认识了这个小郭 小郭第一次到我店里来载货的时候 我刚好在国外 我太太在门市 那我接那个单子 我是卖了一张双人床 那双人床有分床头跟床尾 以及床的两侧的床刀 再加上底下的一个吃撑架 还有一张床垫 两个床头柜 当时那个货品要送到 宗宵东路三段 那我不在国内了 所以我太太就找人来载这个货 我太太说小郭进来的时候 他正在招呼别族客人 那小郭站在旁边的时候 问他说你要送的货在哪里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这个人 一点不像送货的先生 而且他在站旁边 他以为是客人在问他问题 那小郭这个人呢 个头不高 他穿着就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牛仔裤 休闲裤 然后穿衬衫 就不跟一般的司机 完全不一样 然后呢 他一个人独自 把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床主 床头柜 还有一个双人床垫 全部送到他的车 载走了 然后把货品也安全地 送到客人家里 把尾款也收回来 交给我们 从此 我们有些货都轻小货在送 那我自己有一部 那时候乡型大的车子 我们有时候货品 都我跟他一起送 那我跟他送货 大概有三四年 我在他身上学到 很多搬货的技巧 只有一个沙发 要怎么进电梯 一个床垫 要怎么爬楼梯 怎么钻 怎么弄 能够很有角度地 进到电梯里 因为有时候沙发很大 你要进到电梯 并不是这么容易 那小郭都会很冷静地 告诉我 这个角度要怎么搬 那既然他正常的工作 并不是做送货司机 他正常的工作 是跟他太太 从原山捷运站 每天早上开他的货车 到北投捷运站 他们在那边买了一间 小小的店铺 做早餐店 所以他五点钟要出门 五点二十分左右 到早餐店 他要烧红茶 烧豆浆 然后要准备咖啡 他太太是负责炉火 煎蛋煎吐司 那他负责 点货跟交货以及收钱 他大概忙到十一点多钟以后 就跑几家家庭店来送货 然后忙到晚上他再回家 所以我跟他认识这三四年 我觉得他的工作量很大 可是因为他有三个孩子要养 然后他很勤奋 他常常有说自比 他自己叫做台湾的阿信 他说我这样工作 我觉得有乐趣在里面 而且我不会觉得很烦 那我举他这个例子就是说 任何货车司机在我们印象里 可能就是吃个槟榔 抽个香烟 或者穿个夹脚拖鞋 然后可能有一点兄弟的样子 或者是长得很魁梧 那小郭完全就像一个上班族 他对自己是一个服装很重视 他要不然就穿运动衫 要不然就穿牛仔裤 要不然就穿卡吉布的裤 而且他送货的品质很好 所以他也算是我的一个贵 帮助我解决很多售货的问题 那他也是一个很热心他工作人 他在早餐店 那时候还没有 Seven没有卖开咖啡 全家没有卖咖啡的时候 我在车上跟他聊天 他说他不用连锁 他是加盟连锁店 他不用连锁加盟店的咖啡豆 我当时为什么 他说因为会到早餐店买一杯咖啡 因为咖啡在早餐店算是比较贵的 比奶茶比豆浆都贵 那些人一定是喜欢的咖啡 所以他常常跑各地方卖咖啡的店 去买不同孔味 比如买南山 买曼特宁 买巴西 这些东西回来 他自己调配 他做笔记 比如100公克的南山 配100公克的曼特宁 这样比例起来 烧出来的咖啡味道怎么样 他会很注重了咖啡的品质 他跟我讲 像那个豆浆 黄豆绝对没有买很多 他说去找货行买黄豆 他的黄豆随时在卖 所以他的黄豆都保持最新鲜 那个最新鲜黄豆 做出来的豆浆才最好喝 所以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我跟他在送货当中 跟他聊天当中 我发觉 他是一个小小的早餐店 金银子 都会有这么多的想法 然后他在做工作这么投入 我发觉他对工作真的很有乐趣 然后呢 他现在的工作也不一样了 大概在十年前 他跟我讲 他说他有个客人 找他去接客人的工作 接他的公司 我就问那个客人做什么 他说那客人做日本线 他从日本进口影音机 投影机这些的设备 卖给一些公司行号 夫妻两个年纪大了 不想做 想请他来接手 那我说很好 因为送货司机 到底还有年纪跟体力的限制 那我问他说 他怎么会认识你呢 他说他是我早餐店的客人 住在北投 然后每天到早餐店 买早餐喝咖啡 这样认得的 我相信一定是那个客人 看到小郭做事的精神跟方法 那我说他有个小孩可以接 他的儿子不想接 儿子另外做电脑的 他不想接他爸爸的工作 那我说如果他对你开诚布公 愿意把公司所有的资金 负债以及运账 都很详细跟你讲的话 这个工作可以接 因为如果你想让人家来接你的工作 你一定要把公司所有的财务状况 进货状况都要让你的合伙人了解 这才是开诚布公 后来他听从我的讲法 我跟那个人谈了以后 那个人把所有的细节都跟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小郭就开始从头去补日文 然后呢他就把货车 送货这个工作就放弃了 然后就开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在那样公司做业务 那那个老板就带他去日本看商展 去看日本的投影机 去看日本的这个影影机 然后把台湾的所有客人带他去认识 你想想看 一个快三十七八岁的人 在这个时机转成这个工作很棒 因为你说送货司机 顶多做到四十五五十岁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你看人生的转折有多大 所以你在每一个阶段把你的工作做好 你才会碰到你的贵度 才会碰到一些记忆 像我自己觉得 我在每一个阶段做工作 我邀请的都是绩效 我自己做事的时候 我在陆军总部工作 我做完六年 我就记满三纳工 我就得到一个勋章 我并不是要那个勋章 我要的是绩效 我要让我的长官 我的上面的老板 看到我做事的态度 所以自动加班是尝试 像现在很多人 如果觉得加班需要终点 所以要加班 我觉得初期你可以看你工作的性质 如果真的是你能力不够做不完 你自己的自动加班 任何老板都会看在眼里 你要把你的工作很责任的交出去 你上面的老板就很注重你 像我的太太 进HP的时候 她刚进去没有缺 在中立她要进去的时候 没有这个缺 然后我们应征的时候 我太太说什么工作都可以做 那我太太做什么 做Reception Reception就是一个公司前面的门市 一个门面做的一个小姐 她负责什么工作呢 收信件 然后通知里面的人谁来访 这叫Reception的工作 或者去寄邮件 就有点像是比小妹高级一点 那我太太以前已经在新航做过总经理秘书 做过文文银行 做过杜邦呢 她会去做的工作 她也是想能够先进去做再说 她做了半年以后呢 她就跟订购部门的主管 希望能够转到订购部门去工作 那订购部门主管说 以我太太的资历 跟她所学的 不能进订购部门 原因是订购部门 都是商学业才能进去 要学会计 要学国贸 那我太太学的是外吻 她觉得外吻的人 无法做商业行 那我太太那时候就很积极地争取 刚好在办理她做的reception做得很好 所以订购部门老板就让她进去做 她做了一年 我们以前外商公司礼拜六不用上班 那我太太几乎礼拜六都去公司做半天的办理 把所有事情做得很完善 所以做到一年进入订购部门 她就发布身为中立HP公司的经理 但HP要称经理 其实要经过很多部门的考核 所以当我太太身为经理的时候 整个公司就说 因为我太太英文名叫Ruse 她说Ruse是谁 她怎么会称经理 因为有些人是做了好几年才称经理 所以我从我太太这个工作里面 你可以跟各位一个启发 她就是说你对工作有热情有付出 不一定要计较那个所谓加班的时间跟金额 只要你的公司是有制度的 你老板是肯用你的 你一定会得到你的收获 所以这一点我希望 也许各位年轻的一些同学 你们没有实际碰到过 我相信如果有工作过二三十年的人 他们可能都会有相同的纪律或者感受 我只是把这个例子讲出来让你们了解 工作期上不要太计较一些东西 但你稍微的环境一定要有没有所学习 像小郭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 他就很容易就在这个中年就转业了 他现在工作也很好 所以热爱工作 是我们在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我在想那时候我做第一年创业 第二年创业 我带着我太太去送五斗柜到我客人家 那时候我卖乡村家具我一个人搬不动的时候 找我太太 然后我夫妻两个在那边送货 然后爬楼梯 送到五楼 然后我太太就说 我那时候搬不太动就跟我太太讲说 用力点用力点 往上走 往上走 我太太就在抱怨 他说你知道我是女生吗 女生的背包拿到男生出 怎么能够送家具 可是实际上说我们刚刚创业 一切都必须要节省 所以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去送货 然后我生了女儿以后呢 我太太大部分留在家里面照顾女儿的一些作息 所以我自己一定要面对这些工作 我几乎每天都是十点半打烊 十点钟打烊 十点半离开 从和平东路回到龙坛 我回到家大概都十一点半 十二点左右 然后那个时候肚子一定饿了 就吃点东西看看电视新闻 所以我每天大概都两眼都睡觉 然后六点钟起床 六点六点半起床 然后陪我女儿吃早餐 因为那时候她已经读小学了 我唯一能够早上跟她相处 就是那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所以我很喜欢跟她梳头发 我很会绑马尾辫 不会绑辫子 所以我在浴室里帮她 她上下七点晚 我就帮她梳头发 然后陪她吃早餐 然后早上送她上 我们社区妈妈的车子去上小学 所以那个五六年的创业当中 我几乎没有礼拜六礼拜天 我都在我的门室照顾我的生意 所以这个东西 没有热情 你很难去把这个工作做完 那还好 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年纪不大 他们大概都将近七十岁而已 我现在目的一八十七跟八十五 所以以现在我来讲 已经很难像以前那个原动力 但是我的热情还是在 因为我有一部分想要照顾老人家 但是我对于门室 我都每一礼拜至少我会 到门室去个三到五天 我会跟我的员工一起照顾我的客人 要了解我客人的需求 这样才能够对我在国外采购 买到适当的东西 所以做任何一个工作 能做这么久 她一定要相对的热情 没有热情的话 可能要做完这个工作 中途会做不下去 我们曾经也经历过好几次公司的转型 或者是说公司的低潮 刚好事实都有贵人的相助 跟我们自己的一些努力 所以把公司从不同的环境中 再调整过来 待会我们会见到一些 我们曾经碰到的一些问题 在下面第四、第五的时候 我们会再讲我们所碰到的策词 好 其实当我以前在军中服务的时候 我们就很喜欢三个抽屉家在那边聊天 想说要做什么工作 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三、四个人一起讨论 那个脑力激浪是蛮好的 所以点子好 其实是可以创新 我记忆有一年 那时候还没有退伍 我跟我太太想要开 那时候很流行喝茶 我们开茶艺店 那我们想把自己住家做改装 结果那天晚上谈得很有兴致 一直谈到晚上三、四点钟 都没有旧情 然后就很兴致勃勃 想把自己家改成一个茶艺馆 那因为我们住的环境很悠闲 我们住在农台 农台很多茶艺 茶艺 所以那时候想说来做 后来到了早上起床来后 在实际去了解一下的时候 发觉还是上班比较好 先不要弄盲目的 所以那个是空欢喜一个晚上 可是也是因为有脑力激盪 所以从很早以前 我们就想要做不同的工作 那下面这三个例子 是我看到一些报道 或者是书籍上截录下来的 《立可白》我们大家都读不读 这个《立可白》是怎么出来的呢 是美国达拉斯有一个秘书 一个女生 那以前在没有《立可白》时代的打字 打错了 她是一个很尽职的业务秘书 那她打字的时候 男女还是会打错 打错以后呢 以前都是用橡皮价去擦她 擦完以后会有个印子 会不好看 那本身她对这个东西就很懊恼 她想要改变 那本身她喜欢画画 所以她回到家里以后 用厨房的搅拌器去调原料 调了很久 调出一种跟纸张颜色类似的液体 她第二天就带了办公室来 带办公室来就把那个打错的地方 用这个液体一点 重新一打发觉效果很好 没有那个橡皮擦完的那些的印子 所以呢 她们同事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棒 以前的《立可来》叫做 Mistake Out 叫做存错 后来她就把这个产品 应用到商业行为 也让她的这个事业呢 从此 因为《立可来》而做得非常好 所以《立可来》是由这个秘书发明的 他到今天我们另外的这种 《立可来》的造型 那第二个例子呢 是打美乐披萨 其实上我们很多披萨店 包含披萨 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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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由人工把这些货品送到每个客人家 无形中就增加了她整个营业的项目的业绩 所以在当时还没有这个麦当劳这些的所谓来的数字下 美国打美乐把这个产品因为没有改变商品 只是增加了销售方式 而让她的营业突飞猛进 所以打美乐这个老板的点子也让这个打美乐的工作 或版图扩展了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有很多脑力激荡 会让不同的工作或同样的产品都会发挥极大的功效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工作里面 如果大家能够随时发挥创意 三四个人能够去想一些歪点子 好点子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一些的异性会产生 那打工的经验 就像我刚才所介绍的 如果你没有打过工 你一开始做工作的话 也许你在做工作上 你的老板或者你的同事 跟你讨论事情的时候 你很难够嫌疑到社会的一些想法上面 因为毕竟学生毕业以后 他都是一招白纸要从头学 我觉得任何人 从学校毕业 不管你读的是专科 不管你读的是大学 到了新的工作 实际上全都是白纸 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 到了办公室 我的直属的上司丢了一本书给我 那个书很厚 大概这么厚 它是所有美军也在用这一套 所有陆军里面 后勤古籍的所有规定 跟作业流程 我看那本书 真的是跟看天书一样 里面所讲的没有一个懂 也看不下去 那因为我很喜欢打球 所以那时候呢 我常常看一看以后呢 三点半我就下班了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职务 我就跑到体育馆去打篮球去了 那个书真的看不懂 后来 我受了半年的之前训练 回来穿石公司工作 从工作中一点一点的去学 我的旁边我有两个小姐 一个士官 一个学长 我们五个人 就组成了所有全中华民国陆军里面 跟陆海 跟海 什么意思 三军吧 空军里面 所有战车 你知道看到所有的战车 都是我们这五个人 负责买所有的零件 发配所有的零件 给全国所有单位 所以那时候我手上一个人 手上管20亿台币的预算 那我就跟这些大姐 士官学长去学习 从每个案子每个案子去了解 等我做了三四年以后 那本书里面所讲的 大概我都碰过了 那本书我就非常熟了 所以后来 我有帮部队所有新兴的人去上课 讲解那本书里面的一些作业流程 你看 刚开始初期的时候 我那本书看都看不下去 看不懂 那我的太太呢 她外国新业的 但是刚开始做了 她在杜邦 在银行 在新行 都是做秘书 也是从头学 在银行 她所做的 在学校都不可能教 所以现在各位所学的 只是一个基础 是一个人际关系的训练 是一个逻辑思维的训练 是一个做人处事的训练 其实让你们面对以后的工作 如果你是继续深造的 或者做本科行业的 你还是要从头学 如果你是做不同行业的 那更要从头学 所以大学毕业生 它就是一张白纸 那个白纸上 你给它上蓝色 它就是蓝色 你给它上红色 就是红色 所以大家要珍惜这张白纸 要让你的每一个工作 都能够学到东西 成为一个聚宝图 或者是一个染色图 你才会人生更精彩 那不要畏惧每个工作 每个工作都有怕心血的东西 我常常跟员工讨论 我说 你不要看麦当劳打工 如果叫你去扫厕所 你一定觉得厕所很脏 然后你就不想扫厕所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刚进中理工学院 我们去入伍教育的时候 我们在陆军的 陆军官校奉山 在那边受训三个月 我们被要求训练去扫厕所 真的就拿石头去抠 我们上厕所的那个 那个池子 因为上面的污垢 它没有发热 就拿石头去抹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后来我们也了解 它就是训练你一个忍耐 然后接受命令的动作 因为你当军人 你不能够反 不能够违抗上级给你的命令 如果真的要冲冲先生 你不是说不想往前冲 冲了会死 所以他就在训练一个忍耐的功夫 训练一个男生 能够遇事情沉着 或者是要能够去 做最艰困的工作 那其他大 如果在麦当劳做扫厕所 你觉得很臭 没有去扫 或者说你不想扫厕 你将来如果当麦当劳的店长 你如果去管理一个店 你自己也要去检查 那个卫生厕所 少得干不干净 所以你自己少过 你才知道检查 重点在哪里 所以任何人的工作 千万都不用去排斥 所以打工 我一直强调 如果有机会打工 对你们步入社会 是好的衔接 你们绝对不要放弃 在学生时代 如果能有打工的机会 不管在Seven 不管在加油站 甚至到各行业 只要打工 对你将来求职 人家都会觉得 你已经有过工作的经验 这一点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 都可以从事 因为现在打工的机会很多 只要达到正常的工程的时候 我觉得都可以学习到东西 那我们现在下面讲这个 我们 我录这一个 第四点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做商业行为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是客人 顾客 他希望了解的一定是 你最真实 最专业的那一面的介绍 不管是哪一种商品 那我们在做这些介绍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能了解到 同理心 就算你当一个顾客 你去买东西 你希望得到的别人给你是 什么样的一个介绍和回馈 我曾经看过商业周看 其中一期好像好几年前 他介绍了一个南部的汽车业务 他说那个汽车业务非常会买汽车 我就很有信心就看他的报道 他就发觉那个商业业务的那个男生 他所卖出的汽车 他会自动回笼 帮他介绍客人 也会在路肯定后换身 还是找他 所以他跟客人的互动非常密切 原因何在 因为他帮所有客人解决他 买完车子后的所有乙男杂症 包含在不分时段 他的汽车如果抛锚了 需要处理 或者他的保险产生了问题了 或者撞车了 或者要定期保养 因为有些女生是负责开车 不见得了解车况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弄车子 因为他先生很忙 所以他帮他所有的客人 去解决了车子卖出去的 所有通道的乙男杂症 而且都很细心的包含造 所以他在卖汽车的这个领域上 根本不需要去做太多的 新客人的拜访 光是旧客人帮他介绍回来的客人 他就应接不完 所以他的业绩在他当地的汽车上 是非常强的一个业务 所以我们做任何的服务性的工作 不要只看到小小的前面一步 其实上我们要看得比较远一点 所以多付出绝对不会吃亏 那你诚恳的付出 每个客人都会感受得到 另外第二个商品店的故事 他是介绍美国一个肉品店 什么是肉品店 就像我们这边菜市场里 卖肉的摊贩 他是在美国纽约很重要的 一个皇后区里 在卖肉的店 他介绍这家店非常棒 也就是说美国人很喜欢吃牛肉 吃鸡肉或者吃火鸡肉 那他们进这个店的时候 这个店的布置非常跟别的店不一样 他的店里面全都是木头装潢做出来 进店的门口呢 会放上迷路或者是羊的一些标本 来注明他这个店里面所卖的是肉品 然后那个店里面呢 他们都是家族在经营 是家族人在经营 而且是不同领域 可能学的不见得是肉品类 或者是学的也是商业学 有的学的是法律 他们都依然而然放弃公共回家族来帮忙 那个肉品呢 他们是采取开放式的陈列 然后所有都是用玻璃的橱柜 用白色陶瓷亮丽的碗盘 放上新鲜的双酱牛肉也好 小牛排小羊排跟所有的鸡肉 而且有负责专人的解说 询问你你要做什么样的料理 然后你需要什么部位的肉 然后他会帮你做切根跟包装 而且甚至他会告诉你 如果你要做料理 用什么方式来做料理 以及他在店的另外一边 会放上所有腌制这些肉品的酱料 比如说你要做的口味 有什么不同的腌料 所以他这家肉品不光是只卖肉 他还卖他的商品的处理的方式 以及所有配料 如果你回去以后 万一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要询问或者是要查询 他还有他自己的官方网站 可以去让客人上网去搜寻 或者是打电话询问 所以这家店在美国纽约的肉品市场 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一个商店 他如果能成功 他必须要横顾你客人整体的需求 而且要包裹到你需求面很广泛 我相信如果真的大家 不是很会处理料理 进了这家店 也许买完肉 看过他的一些介绍或食谷 在买顿烟料 如法去炮制 搞好去做出不一样口味的一些食品 所以这家店 在美国纽约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肉品店 那第三个是鸡婆的结局 这个案例是我自己亲身的案例 大概发生在半年前 我有一次 刚好我一个员工请假 我就帮她代班 我就到我的门市去照顾生意 刚好那天来了一个太太 那个太太呢 大概下午三点钟见我的人士 然后进来就看她满脸愁面 愁面满容的在进我店里 她原来是准备在农历七月以前要搬家的 她订了我一些商品 大概总价大概在四十万左右 那她进来就跟我讲说 我可能搬家要延期了 因为装潢做的不好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我原来想要做的装潢 结果装潢做出来的效果 跟我想象的差太多了 那我就问她 装潢出来的效果像什么 她说我本来想要一些比较有造型 像古典的装潢 就做出来像系统柜 大家知道系统柜都是平面的 那我就问她说那你怎么改变呢 你有没有办法 她说我问过装潢师傅 她说很难 她顶多把油漆重新涂一涂 换个颜色 那我说好 我帮你去看一看 因为我做这个行业 跟装潢也有接触很多年 我自己的店面 大概做过一二十次的装潢 我自己住家也做过很多次的装潢 所以我就帮她去看 她的房子在零口 她花了五千万 买了一栋透天的房子 那房子盖的真的很好 前面院子有流水 有小池塘 然后房子三楼半 她花的预算是花了四百多万台币做的招房 所以我就一看以后 我发觉真的做的不好 而且做的很老气 那她是想这个房子 她大概也差不多五十多岁 快六十岁的一个做灯具的老板 那她是想这个房子 住十年到二十年左右 住到所谓她大概六七十岁 所以她花了这么多成本 她心里就很懊恼 可是呢 她的儿子呢 是在法国念设计跟建筑的 这个装潢的老板呢 是她儿子在大学找的一个老师 是一个建筑师 那建筑是马上家规划的装潢 所以呢有苦难言 也不能够去讲太多 而且装潢的案子 钱也都付得差不多了 只剩一点点微款来没付 所以她就非常的懊恼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先生并没有做她的工作 她先生在营建署当公务人员 所以她也没办法跟她先生讨论 跟她先生会觉得 你看你花这么多钱得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她自己内心非常的痛苦 她儿子在巴黎 儿子看过她的装潢那照片 儿子也是完全没办法接收 可是也不能讲 因为老师是她找的 后来我就请我的设计朋友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设计师 一个女生 跟我认识也差不多十七八年 我就请她来看 然后她看完以后说局部改可以改 但是呢要请务工的老板 再过来看一下商量一下 那我这个务工老板 我们也认识快二十年 就是装我做店面跟住家的 她大概也快五十七八岁的一个 一个姓廖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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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 就開始做修改 後來有一些門板 有一些裝潢 也把它拆掉了 那他兒子那件是全部拆掉 因為兒子在法國巴黎學設計的 他把他兒子弄得像個夜店 像十七八歲那種 男生在用的 他裡面竟然有紅色白色 這種面板的塗裝 然後做的那個風格 就很像小孩子在用的房間 後來 後來弄了兩個月 我那個設計師朋友就幫他改的很好 連他兒子都非常滿意 他兒子用視訊跟我的設計師朋友 討論怎麼做 然後床主也是前一個設計師幫他做的 所以這個太太呢 他就非常的滿意 也非常的高興 那其上我跟他認識真的是 有緣 因為如果那天不是有員工 因為有事情休假 我就不可能去店裡面 我不去店裡面 他可能就碰不到我 碰不到我 也可能就沒辦法認識我的設計師 然後他的房子就不可能改成這個樣 那我是覺得他花了這麼多成本 他有一個理想在 如果那個理想沒有完成 你每天住進去 看那個裝潢是自己不喜歡的 你會非常的鬱悶 而且你會覺得花了這麼多成本 結果是弄成真的德行 所以我講這個機構的故事 就是說我在做工作中 我常常很多會幫客人去設想 或者幫客人去考量 或者是超過我賣東西的範圍 去幫客人去想 所以客人都會很感激我這項目的付出 那當然相對的這個客人呢 他因為整個格局有所改變 他又添購了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他把我的訂單又增加了 他把原來訂單增加了一倍 等於說我的訂單也加倍了 但是我的東西並不是塞給他的 而是真的適合他們家才用的 那我的東西品質很好 我的東西在台北市 做美式家具這一塊 我的東西實在是蠻有名氣的 所以他用了我的東西 會增加他的住家裡的風格 會增色很多 那我講機構的故事就是說 當我們人能夠多跟旁邊的去付出多一點 別人感受到 你也可以收穫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幫助很多朋友 介紹了很多裝潢的改變 或者是局部的要怎麼去做它 我們在床上讓它有不同的想法 也可以讓它的裝潢 在元朽規劃中能夠更進一步 或者有些東西的角度啦 線條啦 都會讓它的空間感增加很多 這也是我20年累積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在銷售上 你可以把你很多經驗 分享給你的客人 那客人也很希望獲得這些 因為不見得每個人都有這方面的 碰到的記憶跟經驗 那剛好我是自己有從事這個行業 像我自己住家 我自己的住家裝潢 我父母家隔壁的裝潢 我店面至少現在目前來著 我至少做過十幾次以上的改變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累積的 也讓我的家具以外 我另外的專業就是可以做室內設計 一些構想的規劃 或者是一些室內設計風格的構想 也會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我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911大地震 一個是美國金融風暴 這跟我的工作有點關係 我記得911大地震那一天 晚上12點多開始的時候 我並沒有睡覺 因為剛才我講 我回來家大概都11點多鐘 所以我那時候正在吃東西看新聞 突然一下電燈沒有電了 然後天搖地動 然後整個就停電了 911地震它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當我第二天去我的門市看的時候 那就好像被炸彈轟炸過一樣 所有東西東倒西歪了 因為我的門市在三樓 然後我們那邊門市有人在賣水晶 吊燈的 因為誰知道都一盞一盞 吊在那邊做展示 那地震的時候晃來晃去 每個燈彼此撞擊 撞到玻璃橱窗 所以那裡面一片碎片 每一個燈的燈泡是好的 那這樣子我們商場就休息了一個禮拜 來做整修 因為裡面的一些清缸架也全部拉斷了 911地震以後 我發覺消費的型態變了 大家不太會再買易碎的東西 樓層高的也不敢買 譬如說花瓶 一些玻璃製品 或一些裝飾品大都不買 而且911地震以後呢 大家心態會去比較保守 因為酒家遭遇到這麼大的一些地震的災害 所以整個消費型態也變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發現不能再賣易品了 在那個困境當中我們的營餌是下降的 然後我們東西是賣得慢的 所以我們在911以後公司的策略就改變 一定要開始進大件的家具 然後才能夠讓我們的客源或者是生意穩定度增加 所以從那個開始我就去從美國去開發我的商品 我就進美國的沙發 美國的家具 美國的東西它有它一定的尺寸跟造型 美國沙發都很軟 美國有幾個東西很軟 一個床墊很軟 一個車子很軟 如果開卡迪拉克或林肯的車 你會發現它比一般的日本車或者貨櫃車都軟 那它的避震系統做的很軟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沙發很軟 美國沙發做起來都非常柔軟 那我們進了美國家具 這時間當中我們就慢慢的轉型 轉成美式品牌 那美國東西確實在目前做這個台灣市場 也是一個很主流的市場 因為很多人喜歡美國的風景 因為坦白說台灣早期去國外留學 最多就到美國地方去留學 那美國回來的人 他對美國的東西接受度會比較高 所以現在在中國市場做美式家具也是被接受的 因為中國現在去美國留學的人也很多 如果他們回到中國去服務 他們會喜歡用它在美國用過的一些品牌 或一些產品 金融風暴是什麼原因呢 在三四年前金融風暴是從美國雷曼兄弟 到這個房地產不景氣 那一年我記得大概十一月左右 十二月開始爆發以後 接著我們就過農民新年了 那個美國的金融風暴產生以後 就可以急速看到整個的國際市場 消費習慣在改變 那一年剛好我們公司休息一個禮拜 我跟我太太在家裡過年晚 我們就在談公司的明年的導向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所有全世界的人都會是這個風暴影響 包括台灣的部份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以前的銷售方式一定要改變 如果不改變可能大家消費習慣會降低 你整個公司的銷售一定會受影響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做了第一次 我的商品的特價銷售 我把我西班牙進來的商品 剩下的零碼的 我全部都做五折的出勤 我以前都做固定折扣 只有做了八五折 如果做的單子大一點 頂多到八折 我從沒有第一八折以下 因為我把定價定得很實在 我並不是把價錢拉高 用折扣跟客人談 所以我跟我的客人都講 第一次進我的門市 不要買任何商品 我的想法是說 你看到我的商品 比較多我的品質跟價格 第二次第三次再做決定 所以我常常 應用這種以退為進 不要客人第一次就買東西 很多客人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商店進來客人 為什麼第一次不要買東西 我就跟他解釋 人買東西會有衝動性的感覺 如果你第一次覺得好看 不見得一定好看 所以我希望你再一個禮拜 或一個月 再來看我的商品 如果你現在覺得這東西 也是好看的 可能這商品就是 真的屬於適合你的 所以我從來沒有 亂賣過我的東西 但是金融風暴以後 我發覺 如果我不把我的褲子 的領馬趕快消掉 它會造成我資金的羈押 所以我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把所有的我領馬 剩下的歐洲的商品 全部賣完 大概目前以倉庫來講 我剩下的頂多一兩支 而且幾乎是全賣光 這個對商家計來講很重要 因為就像我剛才介紹 開服裝店 你做了一兩年 你剩下的是存貨 那個存貨賣不掉 就是你的利潤 可是你要把它賣掉很難 那我利用金融風暴 我用我的特價銷售 我不做任何廣告 我發簡訊 我從我舊客人裡面 發了大概一兩千封簡訊出去 因為我舊客人以前買我的東西 都只能買到八五折 最多八折 當我發解訊 告訴他我全部五折出清的時候 我的客戶人全部都出來了 他們會覺得說 買一些東西回去是滑得來的 所以那個一年當中 我把我的舊的商品 明馬上全部都賣完了 那這樣子讓我的倉庫的空間 節省出來 對於我的資金就有回流 所以我就用這些的東西 再去進我新的美式品牌的商品 那四年後以今天來看 如果你要做特賣 坦白說跟各位講 現在在台灣 如果你把商品做特賣 買不動 就算你把它打到五折 買不動 為什麼 你說現在景氣也不好啊 大家都在銷售啊 都在賣便宜貨 為什麼現在賣五折賣不動 金融風暴剛發生的時候 客人會有心態覺得說 我趕快去看有沒有 又便宜又好的貨 不管這個東西我需不需要 因為它是從八五折 降到五折的心態 但是這幾年下來 因為景氣不好 所有你看每個商店 都在打折 都是五折 甚至有的名牌六折 五折 四五折 四折 甚至有三折都有 所以消費者的心態也盡 接受這種事實 所以當今天 如果你做五折去賣的時候 因為我去年 我有部分當你做五折 賣不動 反而是什麼呢 所有東西我都不要特賣 你真的喜歡 你的心態表現出來 你要喜歡 我們來談價錢 我用低的折扣 五折給你 你會滿心高企的歡喜 接受這個折扣 如果每個東西都五折 它會視為理所當然 所以我的運氣還不錯 我四年做實驗的時候 四年前做這種銷售實驗的時候 剛好十幾點 消費的心態 貼近市場 所以我的東西就賣完了 但是今天 如果每一家都想做這方 再去做的時候 四年後的心態不一樣 所以市場順行萬變 所以貼近市場 了解消費者很重要 像我現在店裡面 沒有一件是特賣 但是有些東西我可以特賣 但是呢 我要等客人 主動給我開頭問的時候 我才做特賣 才有效果 所以我現在發現 我們同業或者競爭者 做特賣 它樣案也不好 因為現在這個 這個社會現象 不管你是有能力消費的 或者是你想要買東西的 它都不會因為你便宜 它就想要積極地去把它買下來 它要看 是不是我要的 是不是我真的 使用上需要的 包含真正很有錢 也是這種想法 所以消費習慣 這四年當中真的改變很大 這也是我們在實際消費中 所碰到的心理念 好 最後這個 讓生活更美好 最後的一個結論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每一天過的生活 是多采多姿的 或者生活是比較愉快的 其他我常常覺得 人生要有夢 沒有夢 生活就變得沒有什麼意義跟目的 那個夢 可能是夢想 然後每個人都要有一些 突發奇想的一些想法 或者對未來憧憬的一些思考 比如說 希望人間 能夠約到你朋友去看電影 或者明天打球能贏 就像 我常常看NBA籃球賽 因為我自己喜歡打籃球 我跟我女兒有志同道 我女兒是文化米蘭校隊 她打了四年 她在大英那年打到全國第二名 她就非常高興 她那年當然有些學姐在打 其實我們喜歡打球的人都知道 打球就是要贏 打球輸球 那就沒有什麼意義 那我太太從來不運動 我太太個頭很高 一百七十一公分 她從高中跟大學 常常被老師指令說 去排球隊練習 去籃球隊練習 可是她空有一個身材 她完全不喜歡運動 所以她 她頂多是騎騎腳踏車 所以她每次看我打球 就說輸贏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事情 我說不行 輸跟贏了 還是代表了一個心靈練 那以前我們練球練得很辛苦 真的比賽的時候 當然就希望能夠贏 最好能夠拿第一名 我打了那麼多年 我只打過一個第一名 那是畢業以後 參加受訓的時候 去打全國學校代表賽的時候 我們打贏了第一名 那是我這一輩子 唯一打過的一次第一名 其他的大概第二名 第三名都有 但我那個第一名 我非常珍惜 因為那場球也是我 一生當中 唯一的代表作 我們上半場平手 下半場平手 延長賽才贏 然後我們只有三個得分的人 一個我一個同學 還有另外一個學長 其他人全部都沒有得分 所以對方競技球 我們這邊競技球 那邊競技球就這樣膠著的 然後上半場平手 下半場你看 那我們對手大概就是 一些大學院校的代表隊 那我們那邊當然也是 一些院校的代表隊 所以那場球打得非常 讓我們一輩子難忘 所以任何人做事 不管你是練球也好 或工作也好 你都要有一個目的 你才會工作有重心 那為什麼要寫養雞的故事 我現在從三年前開始 我在我自己的住家後面 我就開始有種一些青菜 種菜 然後因為我們家具 有一些包裝的木板條 所以呢 我就在後面 又蓋了一個機場 那為什麼要養雞呢 因為我女兒小學的時候 自然課 好像我記得是二三年級的時候 老師要求他們 要去養小雞 看他們的生長 那買了雞 養回來以後呢 就變成 關上完以後呢 等到一兩月就不用了 就我們就自己養 養到大概六七個月 我們就把它送到市場 宰殺以後就吃了 那個雞呢 非常好吃 超過我想像 那個雞皮啊 就跟橡皮筋一樣脆 然後那個雞肉非常的甜 那以前我們吃雞 都是市場買雞 所以後來得了很多點以後呢 那我思考起來 就想要養雞的動作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些小雞 然後我買了各種不同的雞 那剛好我一個同學 在中心大學 農業經濟系工作當教授 那中心大學 專門做總雞的培養 所以他知道我有養雞 他就很主動熱心的 就叫我去拿總雞 我就跑到烏日 中心大學的農業改良場 去看 哇中心大學雞養得真漂亮 一個雞舍裡面 大概有一兩百隻同一種雞 每個雞都長得非常活潑 但是總雞呢 只能給我A種的公 或B種的母 他沒辦法把A種的公 跟母同時給我 因為給我就可以培育了 所以他們中心大學 專門負責學台灣 所有種雞的培養跟保留 他也有培養蛋雞 也有培養生殖用的雞 那我拿回來大概六七隻 我就自己開始培育 然後我也買一些 像台灣小土地 所以我的雞種很多 我有日本雞 日本雞長得不大 可是羽毛很漂亮 我有小土雞 有烘花雞 有烏骨雞 還有最近我養爐花雞 那這些雞種呢 都很活潑 當我養這麼多雞的時候呢 我最多的幾乎 最高級的是養到一百二十隻 那我也分批養 因為一次養熟的話 吃不完 我把這些雞都叫公關雞 我就送朋友 我就送給我媽媽 送給我姐姐 那他們吃雞 目前他們 基本上已經不太喜歡吃市場的雞了 因為我的雞都養到六七個月 那為什麼我講養雞這個故事呢 因為我從養雞中 得到了很多在工作中心情上的沉澱 因為當我去餵雞的時候 我餵小雞 餵大雞的時候 我看他們的活動的時候 我會把一切東西都放掉 所以我腦筋中只有小雞的問題 所以這樣讓自己能夠沉澱 能夠近思 而不去想很多工作上的事 我覺得人在工作中 有時候也要找尋自己的一點點的 獨處也好 或者沉思也好 所以有人要練習打殘 或者是做運動 那都讓自己脫離他的一個工作 這樣才會讓你工作更有動力 我曾經問過一些朋友 我說你知道嗎 小雞出生不是養雞腸都要打針嗎 讓他的抵抗力高 我說我的雞都不打針 那我的雞會不會生病呢 難免會有一點點 但是比率不高 那我怎麼養呢 我問東問西 問到了一些偏方 很有效 我去買那個朝天椒的辣椒粉 在超市都有賣 拌在飼料裡 給小雞一個禮拜出生以後就可以吃了 那個辣椒粉呢 就是天然的這種保健的食品 而且每一隻雞都吃得清清有味 絕對不會有很辣 然後呢 我去買台灣的黑糖 給它泡在水裡面 一禮拜喝一吃到兩次 也可以增加抵抗力 所以我的雞從出生到養大 七八個月沒有打過針 也沒有吃過藥 因為我們自己在養 那我的雞吃的養非常好 我的雞吃四種東西 一個是麥片 麥片我們是把它煮熟了以後 然後再 然後我們再給它和玉米 再和上大成材食料 以及麩皮 麩皮是農會在賣的 它是麥子打下來的第一層 為什麼要加麩皮呢 我第一袋養出來的雞 肚子裡面油很多 都是吃玉米造成的油 雖然雞很肥 但是呢太油了 那我就尋求解決的辦法 後來就跑去農會問 農會說你可以給它吃麩皮 麩皮讓它腸子 不會雞那麼多油 我用麩皮給它飼養 我發覺 雞比較不太油了 它是那種薄薄一層的而已 沒有那麼厚重的油 所以有很多在養雞的過程中 因為你問農會 問雞飯問朋友 所以無情中 你又學習到很多 你在工作中 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比如說我在觀察餵雞的時候 雞 公雞母雞交配 它最喜歡什麼時間的交配 你知道嗎 我每天早上餵雞 下午看雞 中午有時候回來 我也會去看雞 公雞母雞 最喜歡交配的時間是在黃昏 所以我自己配出來的雞 公雞都在那個時間 就跟母雞做交配的動作 然後我生出來的雞蛋 我拿去敷 那我沒有造雞 因為雞敷太慢 那我拿出去電敷 結果有時候敷出來的 誇然率不高 我就跟那個敷蛋討論 它就問我 你的雞有沒有落地 那有個雞 我是刻意把它關在籠子裡 公雞母雞關在一起 結果沒有落地 孵蛋的機率也會降低 成功機率也會降低 所以雞也要落地 接受陽光 接受土地 它的孵蛋率 就是生育率會比較高 所以這些東西都在養雞 或者又學到不同的東西 那因為養雞有這麼多好的機種 所以我也開始研究怎麼吃雞 所以我常常做白斬雞 做紅燒雞 我又去買了桶仔雞的桶子 我又自己做桶仔雞 當然這些來吃雞的 都是我的親戚或朋友 那自己的雞 做出來的雞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養雞也帶給我很多樂趣 也讓我們在工作中呢 有另外一個層次可以去變換 那我講這個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能養到精 因為台北市環境可能養到的 我講那個啟發 就是說每一個人在工作中 除了你固定工作以外 你還是要找一些 能夠啟發你另類的興趣 不管是運動也好 或者是休閒也好 或者是唱歌也好 其實這樣都可以讓你的工作 能夠更有精神體力 那每一個工作你都要全力以赴去做它 你才會讓工作中能學到很多 那我做的這20年當中呢 目前我們還是很有動力的在做 我希望每一個工作都能夠讓 我每個領域裡面 不管是同學或朋友 都能夠獲得很多 所以今天的演講我大概介紹到這一 希望被各位同學做什麼幫助 希望大家也能夠了解到 這個行業裡面一些樂趣的事情 謝謝大家